今天是11月30号 现在是晚上的9点50分 A股今天尾盘三大指数强势发红 盘后三条重磅 明天A股会大涨吗 如果说大涨 哪些板块值得重点的留意 好跟踪 如果大家对当前的盘面看不懂的 仔细听 其实盘后这三个消息很重要 对A股来说 我觉得就是一个火上浇油 为什么会这么说 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A股其实很平稳 对吧 一路震荡尾盘的话 出现了一个撬尾的动作发红了 那明天会继续上涨吧 我觉得大概率会上涨 所以大家逢低任何可以关注 这一轮的反弹没结束 明天冲高的概率非常之大 为什么这么说 大家看一下今天涨幅榜居前的这个板块是谁 汽车整车 那么汽车整车为什么会涨这么多 其实盘后爆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 一个重磅的一个利好 延长这个汽车补贴 只不过这个幅度下降了50% 但是下降了 它还是延长了这个补贴 那对汽车产业链来说 就是一个重磅的利好 那我觉得汽车方向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 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反抽 反弹的过程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新能源车 在这个位置表现是一般 对吧 其实整车表现很强势 但是整个盘面来看 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所以大家注意啊 今天涨停的汽车相关板块 或者说和个股的话 大家是需要特别的注意 特别的重视的 从今天的盘面看 汽车整车的话 我觉得明天后天啊 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大家仍然可以逢低关注 那这个方向涨钱票不多 而且很多票是大票 所以我们焦点还是在新能源汽车 这个方向 新能源汽车的话 位置调整得比较充分 也是比较低 那么有继续反抽的一个预期 个股的话 大家看一下 新能源车啊 多个票涨停啊 有些是人期票 所以大家是需要注意的 安卡克车 今天是一个烂板 这个票股性比较活跃 以后呢 这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冲高 那调整后 会不会去冲击上方的高位呢 还是有着可能性的 所以大家 那人可以逢低关注 说明天有低点 可以去拨 拨个二板 甚至拨个三板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那就追高要谨慎啊 追高要谨慎 盘中极了 不要去追 一期解放 今天是找盘快速涨停秒板 这个票的话 明天大概率会什么 大高开 进击的概率会很高 但是今天没有先手的朋友们 明天去操作上面 就要注意了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盘子的话 300多亿啊 属于那种中盘偏大 然后明天再涨的话 就面临高位 这里 这里的压力 一旦顶不住 那么高开低走 就是一个大面 所以大家手中没票了 那么你去追高的话 就要拨紧慎 这家世宝 烂版 这个票是大家特别注意 特别重视的 这是腰股系列 都对腰股啊 怎么办 逢低关注啊 都对逢低潜伏啊 对了 你就吃肉 吃大肉 错的话 做直升 或者说做一个中长期的潜伏 后期的话 也有机会给你解套 大家看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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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是每次拉 涨停 第二天冲高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是吧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只能去低吸 低吸的话 还有机会给你解套 追高的话 那说真的 就面临着一个风险 当然啊 他也有一个预期 连板的预期 一旦你做对了 那你可能就吃上肉 甚至吃上大肉 这是大家注意的 雪龙集团 这个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 这种票的话 优势在这里 看没有 流通值9.63亿 总是38亿 这是他优势 所以他连续走强的概率偏高 但是这个票股性 一般啊 就是说他持续性不是特别好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也是要注意 明天再涨 就面临60线的压力 那这60线过不去的话 冲高回落 所以手中没先手的这种票 去追高的话 也是需要注意 不要轻易的去下手 内太机器 5号强势涨停 这个票在前两天就一动了 对不对 大家看一下 昨天是属于一个涨停板 今天再次涨停 那么这个票 要重视了 怎么意思呢 有可能成为新的一轮龙头 也说他有机会成为这一轮汽车龙头 为什么 因为他是奥版 有个先手 今天是放量版 明天再来个弱短墙 对不对 他就成为整个板块的高度 所以说这个票的话要重视 还有他的四肢 35 流通 31 所以这他优势也非常明显 这种票的话 就有机会打造出一个赚钱效应 打造出一个高度 一旦突破前面的高点 他的空间潜力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票 大家特别要注意 明天有一个弱短墙的预期 长安器车 放量大涨 这个票的话 明天大概就撑高了 对吧 没票的 没先手的 不要去追 就算会涨的话 也是走趋势 我觉得也是走趋势 他短期暴涨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注意 一场 这个没啥说的 叠加题材 叠加医疗 对不对 这里汽车又是医疗 所以这个票毫无疑问 市场龙头 对吧 明天突破这个高点后 就进入了一个真正的加速阶段 这个票的话 大家短期是需要注意的 亚新客车 烂版 这个是超跌反弹 明天冲高回路的概率会比较大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注意 不要去追高 不要去追高 有分时低点 你也可以博一下 博个二版或博三版 可以去赌一下 赌对的就是吃肉 吃大肉 但是赌错的话 做止损 这个票整体股性一般 东风汽车也是一个烂版 超跌反弹 这个票的话 持续性会比较好 大家看一下 所以明天有二版的预期 那么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个低位的博弈 博对的就是吃大肉 博错的话 这个位置只要不在高位 我觉得解套的机会也是有的 江华汽车 冲板未斩 那么这些没涨停的话 力度就差一些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刚才前排这些涨停的票 这些票有机会成为新的一轮板块的领头羊 尤其是二版的三版的那些票 二版的 就比如说三版的一仓 是核心龙头 二版的内态 这种也要注意 还有就一版的浙江世宝 也是需要注意 这些是属于人气核心的 好 除了这个方向有利好 还有一个方向有利好 哪个方向 大家如果仔细看 今天的天气 很吞一下 降温降得很厉害 对吧 全国大氛围里的降温 好 煤电这些又要来了 再加上晚上煤电出利好 所以明天的煤炭和电力 值得大家重点的留意 煤炭概念 大家看一下 近期的煤炭概念 表现的还是比较稳 一路震荡走高 前期这一波调整非常的充分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上行的概率会比较大 反弹的概率会比较大 延续反弹 那么大家记住在这个位置上车的 朋友们 这个高位 你可以考虑上下车 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反弹预期 反弹空间 所以手中有票的铁票 又在继续上涨的 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躺 明天的话 大概率会走出一个什么 有机会走出一个上行的动作 煤炭概念 个股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活跃的 整体来看 今天有一个票是涨停的 就是这个宁波联合 但是这个票 目前来看 是属于一个秒板的 它是大家看 属于傲板 对不对 这毫无疑问 成为新一轮核心 成为新一轮龙头的概率 会比较大 那么明天的话 大家注意它的走势 它是傲板 那一旦明天 整个板块回暖的话 它就有机会 迎来大涨 迎来上涨 你要有机会 突破前面的高位 高位 那就是板块核心 板块龙头 优势很明显 牛通之总是27亿 价格8块多 所以它在这里 出现一个连续大涨 打造出强势 赚钱效应的概率 是比较高的 其实今天就已经属于一个 什么 缩链加速的状态 那么除了这只票 后盘这些 也要注意 今天的华阳 对不对 像这种票的话 它涨幅居前 但是整体来看 它股性不是太好 那么像这种盘子又比较大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我觉得这种的话 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北方国际这种 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超跌反弹 而且它整体表现 只能说算一般 所以说它的操作性 还是要注意 核心在哪里 净控 煤业 还有这个 陆安人员 原门人员 这几只票 大家是特别注意的 净控煤业 这个是位置比较低 股性比较活跃 然后它有机会 迎来一个超跌反弹 甚至大反弹的概率 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 逢低 博弈 还有这个 陆安 这个是一个老的一个人机票 今天大家看一下 走出来一个 创新高的走势 那么像这种票的话 走趋势了 则上升了 好 在这个五日均价限 这位置做一个低息 做个潜伏 做个博弈就可以了 这个票走趋势的 有加速的预期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 这个票走出了一个 上涨的一个态势 新的一个周期 一个新的高位 对不对 那有继续走强的预期 云门人员 这个票也是属于低位 超跌反弹 概率会比较高 一旦出现一个低位反弹的话 我觉得它力度空间 也会比较大 所以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 从整个盘面看 煤炭里面 今天表现一般 大家焦点 一定要注意 市场的核心 人气核心 谁 郑州 煤炭 对不对 这个票的话 大家看今天表现是 不太好 但是从近期的走势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一个 什么问题 这里是前期一波上涨 在调整后 近期是连续走强 它今天是在五日均价限之上 那么这个票 就有机会再走一波 所以这个票 明天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重视 在五均价线附近 可以做个低吸 一旦走强的话 这个票的短期的爆发力 会非常之强 以后有机会 迎来一个大涨 有机会突破上方的高位 对这种票 它的一个股性 非常的活跃 机会也会比较大 至于其他那些 没他股目前表现一般 所以大家等待 新的机会上位 好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电力 电力的话 今天表现是冲高 回落 整体来看电力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就说这段时间属于一个超跌反弹 让我觉得到这个趋势走 震荡上行的概率偏大 所以电力这个方向大家也注意了 有持续走强的预期 目标是上方的高位 也就是说可以逢低光速 还有电力很多是属于低估值的 近期不是中枢炒的就是低估值 所以他有走强的预期 在这下冬天突然一下子又冷了很多 对不对 那么他有炒作的预期 电力的话 大家看今天个股的一个表现 我们整体来看 今天有一个票是涨停的 谁呢 湖南发展 那么 湖南发展就一定要注意了 就一定要重视了 湖南发展前期调整比较充分 调整比较充分 因为这个位置的话 出现了一个连续走强的预期就比较高了 记住 这里 这里 大家看 近期 移动 所以我觉得这一轮上涨的话 它有可能是新一轮的核心 新一轮的龙头 那么明天就可以值得关注 明天可以找第一位去博 一旦对了 那就是新一轮电力板块的核心龙头 对于这种票 大家也是需要注意 需要重视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长青集团 这个票的话 今天冲板被砸 整体一旦看 这个位置的话 明天有反报一期 但我觉得像这种票 就算冲高了 也不要去追 它整体股性比较差 整体是比较弱的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还是要注意 会三峡水利 今天涨幅是四个多点 那么这种就超低反弹的概率高 然后 整体来看股性比较差 所以大家去参与的话 不要追高 不要轻易的去顶 会天肉店 这个票近期出现异动 对不对 大家看三天 出现异动了 那么明天有继续上攻的预期 那么像这种票 大家接受注意了 后期反弹的概率会比较高 一旦这里出现反报的话 那么上涨的频率 上涨的预期 就大大的加强了 所以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综合来看 电力今天表现一般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后期存在着反弹 反抽的预期 那明天 大家也可以重点的留意一下 这是今天盘后出现重磅利好的这些方向和板块 当然还有一个重磅的利好 对明天的A股也是形成一个大的刺激 什么利好呢 大家看一下这里 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一个汇率 大家看今天出现了一个大涨 也就是说人民币大涨 那么贬值的这个速度减缓了 对A股市场来说就是一个重磅的信号 什么信号呢 大家看今天已经破了这个六星线 所以人民币持续走强 对A股资金是形成了一个支撑 后期的话支撑资金可能会源源不断的流入到市场中来 大家都知道 A股在前段时间出现大跌下跌 是因为这一轮的人民币不断贬值被做空 对吧 随着这段时间 人民币的一个持续的一个什么爆发 或人民币的大涨 大家看一下 已经出现了一个反转的走势 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长期贬值的这个通道已经出现反转了 那对A股来说就是一个重磅的利好 有利于这个资金流入做股市 就是说至少不会流出那么多 那对A股来说就形成了一个强支撑 所以A股在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啊 近期是多方面共振 有人民币大涨的利好 支撑A股的一个资金面走强 还有就是政策面的利好 前期有房地产的利好 有银行方面的利好 对不对 有政策的一个托底 还有就是近期市场出现明显的赚钱效应 对不对 市场有高度 市场有什么 有人气啊 只要达到出赚钱效应呢 他就会有机会继续上行 继续上涨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市场已经给出信号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跟随 就可以了 找准核心板块 找准核心龙头 直接潜伏也好 或者说你低息啊 甚至打板也好 看你适合哪一种 我觉得近期是一个吃肉 甚至是一个做短线比较好的时机 好 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